大家好,我是Eric,中文名字是周君毅 这次很高兴也很荣幸能跟大家以远端的方式来跟Pycon台湾的朋友见面 我想今天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如何使用Python从事网络自动化 这是我一个不管于公于私都专严了很多年的主题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这个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有名的语录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那这跟Python跟网络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先卖个关子 在我们这个talk讨论过所有的主题之后 再来一起讨论说他们的关联 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最重要是看说你最后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那先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目前就在美国西雅图 我从13岁就来了美国 一路的就学就职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周文来present 所以其实还蛮紧张的 如果讲得不好就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在从事网络安全或是网络管理方面 我已经大概有工作了20年的时间 不管是在网络设备呀 服务提供商网力管理的工作都呆过 那也包括了说在一些大型的公有云的公司做事 比如说AWS或是Microsoft的Azure 那我在2017年的时候集结了我一些 使用Python做网络管理的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范例 那出版了Mastering Python Networking一书 那今年7月底的时候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也出版了 那很高兴那这个是由博硕文化出版 那这次也有提供两本书作为这次大会的抽奖奖品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那今天我们就可能来讨论一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网络管理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infliction point 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拐点呢 或者是说为什么我和很多其他的认为 都觉得说Python是最适合网络管理自动化 那不约而同的聚集在使用Python这个点上面 还有一些就是目前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们的实际上的做法是什么 什么样的framework什么样的library 最后可能就是还有一些我对于 个人对于使用Python作为网管的一些建议啊 一些首先的做法 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说一个新的做法 我们应该看看说那旧的做法是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网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分散 没有中心控管的系统 当初TCPIP的设定可能就是说 每次他们在冷战时间为了说避免 这个单一的地点被核武攻击的时候 他丧失了所有机密的文件 所以不管是五角大厦也好 不管是所有的学术机构也好 他就是把这些文件分散式的流传在每一个点 那每一个点都是独立的个体 那他可以复制他所有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网络就是一个没有中心控管的系统 所以你现在在心上看我的这个talk的时候 我们的forward path和return path就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feature不是一个bug 对吗 所以但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他design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变成说他每一个网络的节点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那每一个点都需要独立的去管理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独立性 如果我们看一些比较传统的网络设备 从以前到现在 他们的control plane就是所谓的控制平面 和data plane他们的数据平面 都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网络工程师拿到手的网络设备 不管说从他里面的软体 或者是他的硬体 他的logible FPGA 晶片等等 都是同一个厂商提供的 就算你只要需要使用他十分之一的功用 你还是整个都要买回家 就好像麦当劳的A餐 B餐 所以那至于管理方面的话 你更是没有选择 他给你什么你就是什么 所以长久以来 网络工程师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封闭 比较没有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下 对于管理方面 我们都是用CLI 就是命令列的这个界面 来管理我们所有的网络的系统 那这个是一个 Big Switch Network的CEO Douglas Merritt 在Innerob 2014年的slide 那他基本上的重点就是说 网络管理从1993年到2013年 这20年的时间 其实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进步 以及变化 当然他只是从这个Telnet 转换成SSH 然后当然传送的速度啊 那功能都不断的在进步 但是在管理方面 就是一成不变 就是用CLI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相信说 Douglas Merritt的这个论点也好 那从2013年就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管理网络也好 一般网络的作业也好 开始有一些普遍的使用 Python的语言做管理的动作呢 那第一个我们可能就是所谓的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SDN的开始 这个Project是一个Stanford两位博士学生 和他们的指导教授 共同发表的论文 那基本上这个是颠覆了当时说 Control Plane和Data Plane 需要合在一起的想法 他们能够证明说 Control Plane可以分开独立出来 并且在作业系统 在这个作业的环境里面 可以成功的运行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Control Plane 分开出来的话 这就表示说我们有所谓的这些 Wide Label的厂商 他们可以做硬体 那某些厂商他们只做软体 那当然这个他们证明了之后呢 他们从Stanford出来的这几个 不同的Startup都被大厂 后来都买走了 所以他们证明了之后 证明是可以实际作业的 所以这SDN线就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Project 那在同样的这一个 差不多这个时间点 那Virtualization的技术 也开始成熟性的 在大型的作业环境中使用 当然Virtualization并不只是Networking 就是所有东西都Virtualized了 但是Networking是它非常大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通称这个叫做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所以Virtualization也是一大的原因 那差不多也在 差不多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超大型的网络中心的 网络资料中心出现 那我们可能就把它称为说 Hyperscale Data Center 那这些Networking的资料中心 都是属于我们现在熟悉的 一些网络公司 比如说AWS Facebook Microsoft等等 那这些公司基本上 他们所有的技术 就是拥抱于Open Source 所以他们在采购网络设备上 基于是使用Open Source的系统 所以他们非常的喜欢说 就是Hardware是一部分 然后Software是一部分 Software他们就用自己的 自己的Software 那Hardware一方面他们也 其实极大的一方面是他们可以把价钱拉低 所以比起说跟这一条龙式的Vendor 他们在分开来之后 他们价钱可以压低 并且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系统 那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Project 就是可能像是Microsoft的Sonic 或是Facebook的FBus 那他们都是搭配 其实就是台湾厂商做的一些White Box 然后再把他们自己的Software 放在上面性 这两个都是Open Source的Project 那所以呢 就是说综合以上的原因 有Demand就有Supply 所以不管新旧的厂商 也就需要开始说 不只是对于这些大的公司 Hyperscope Data Center 对一般的顾客 他们也开始提供了这些API和SDK 在他们的设备上 那有了这些改变和需求之后 Why Python? 为什么大家会不约一同的选择Python 那为什么说我们觉得Python 适合网管这一部分呢 而不是比如说Pro或是Golain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Python对于现在的网络工程师来说 比较容易学习和上手 比较容易学习和上手 因为你想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用命令界面来管理 一下子要学习一个新的程式员 都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一个比较能够容易学习的语言 再加上大家也知道 Python的文化上对于初学者特别的包容 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在网络工程师开始使用Python之后 那他们就会开始要求供应商设备 除了在CLI以外 也提供一些Programmability 那Python正好也是比较容易整合在系统 这些系统上的语言 所以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在一些设备上 我们可以直接runPython的Script 那除了提供这些Python的SDK以外 所以现在Python等于是系统工程师 和设备商的这个功倍数 他们的common denominators 那这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越多人使用就越多的资源 越多的资源 资源和资源 那整个生态系统也慢慢建立了起来 所以它这个language popularity 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ecosystem 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 好 网络需要这个系统化的管理 那Python也是我们需要使用的语言 那实际上的做法有哪几种呢 当然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我们直接用Python管理每一个设备 在管理这个设备上 比较为人所知的Python的open source library 包括了像是Pyramico Napalm和Netmico 那Pyramico就是比较像是在用底层的对话 它会spawn一个互动式的shell 和远端的设备通过SSH作为这个互动 这比较适用于一些旧型的网路设备 比较没有API的设备 那Netmico和Netmico他们的做法呢 就是把这底端的互动 他们也是用Pyramico 但是他们abstract这个layer 如果你使用它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说 它把这些device都变成一个Python object 然后再跟他们进行对话 但是他们abstract Parameco这一层 那之后Netmico和Netmico 这两个open source project 的作者又在一起合作了 做了Nornier这个framework 那这Nornier就把它再更abstract起来 就有点类似以后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 Ansible这个framework 但是它全部都是用Python来写的 就等于说 它把更多的layer abstract出来 你不需要define host 在你的script里面 而是说你可以在别的地方define host 别的地方define variable 等等等等 所以目前这些三个library 就是从底到高 Pyramico,Netmico,Netmico 还有Nornier 那需要注意的是说 在使用这些open source library之前 它可能要check一下 它没有支援你所要的设备 基本上一些大的厂的设备都有 譬如说Cisco,IOS,IOS,XR,Juniper,Arista等等 但是譬如说一些比较小的公司 像是A10 Networks 它就没有支援它 那当然在 如果说我们要直接对device level 做management的话 我们可以也是直接 使用它的API做沟通 那比较混乱的一点是说 目前不是所有的API都是相同的 有一些设备支援Restful API 那有一些设备 那这Restful API大家就很熟了 那就不再多讲 但是有一些设备 它们比较使用的是说 譬如说Netconf加XML 或是说Restconf加JSON等等 那Restconf和Netconf 基本上的不同点 其实它们的format非常的相似 但它们的不同点就是说 它们中间在body之中 要使用不同的动词 来代表我们所需要的动作 那基本上Restconf跟Rest 又相同一点 Restconf只是Netconf的Rest的版本 但是它的功能不尽相同 这样子 那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说 就是现在有一个趋势 就是大家都开始使用 Yang Data Model 在defined在RFC7950之中 那这个Yang Data Model 它是专门为网路管理设计的 一个Data Model 它目的就是在解决一些 之前SNMP或是Netflow 之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Netflow和SNMP 对于monitoring很强 但是对于管理方面 就有一些需要加强的地方 那所以Yang就是说 解决说我们define这些Data Model 和它们之间的relationship 然后我们要enforce这些restriction等等 那之前有提供过说 一些设备提供商 直接在设备上运行Python 那它们有一些更进一步的 会提供说 它们access到它们underline的Linux 如果是它们是用Linux 作为它们的underlineOS的话 它们会提供access到Linux 或是直接在上面上container 所以如果说你要直接从device level 去manage它们的话 那Python然后Linux container 就提供我们更多的选择 当然我们也可以提供 厂商提供的SDK 那这些SDK通常都是 one to one ratio 就等于说 我iOS XR就是有一个SDK iOS XC就是有一个SDK 等等不同的 那所以这边就不再多讲 但是你在这些厂商的网站上 都可以找到更detail的information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NX API的example 那所需要point out的是说 你可以再看到它们在这个payload里面 在payload的这个param 那command里面有一个show version 所以它的structure其实还蛮简单的 它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还是需要说 我们知道show version这个命令 才能得到你所需要的结果 那对于如果说你是已经有一些 实际上的经验 或者是说你已经是一个network engineer来讲 那知道这个command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developer的话 那你还是需要去学习到一些 它的command才知道说 我要executeshow version 我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见仁见智 看你的background是什么 是适不适合你 那这边是一个onboard python的example 那基本上大部分现在的做法 如果说你要在device上面 直接跑python script的话 它的做法就是两大个步骤 第一个是我们先要写python的这个script 那你把它写好了之后 你再把它存放在这个device上面 然后从这个device上面 我们要configure我们的做法 说什么时候我们触动这个script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它的这个script基本上就只是说 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后 我要dump我所有的environmental variable 然后我要page这个oncall 所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步骤 它就是说在这个是一个cisco device 它就说在它的这个loopback55down的时候 我会trigger这个script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模式 就是我先写了python script 放在device上面 那我在configuration里面的时候 我在从事什么作业的时候 来trigger我这个script 那当然除了直接管理设备以外 另外一个常见的方法 就是我们使用一个controller 就等于说中间有一个控制器 那这个控制器可以管理 其他的一些器材 那我们as a manager 我们只需要和这个控制器做沟通 那这个网路管理上 controller就提用了我们一个 另外一个abstraction的抽象层 那当然实际上的做法的时候 每一个controller都不太一样 譬如说cisco的ACI controller 只有管理这个data center之中的 fat tree的这个network 或是说meraki这个cloud-based的controller 只管理meraki的device 或是说像sd-wain 它viptela它只有 特别的只是管理说 wide area network 我们这个广域的网路 或是说vmware这个nsx 只管理这个nxtdata center的东西 那当然controller这管理的 管理方法 他们这种比较著名的开源方案 就是open daylight 那不过这个controller是以java写 但是它是有这个python的API 我们使用controller的好处 就是我们需要管理的点比较少 那我们一站就搞定说 所有管理器所知道的部分 譬如说我们在meraki meraki设备里面 我们只要跟meraki的controller 它的dashboard的API 一次的request 我们就可以把它所有的organization 都能够知道 然后再从organization里面 把它所有的运作 inventory什么一站式的都搞定 但是坏处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东西抽象了出来之后 如果我们以后需要debug 或是我们troubleshoot 都变得复杂了很多 因为你就多了一层的东西 多了这些设定 甚至说你以后troubleshoot的时候 你必须要还是要回去跟device 做直接的沟通 才知道说哪里有出错 哪里有一个bug等等 那这就是一个meraki的example 大家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就是你只要一个call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现在所知道controller的 所有的organization 所以他organization可能就是说 譬如说他是一个burger shop 那他就是一个burger店 他是一个burger的organization burger king for example 那他第二个之中 他就是这个organization之中 可能包括了很多不同的network 他每一个不同的network 可能就是他每一间店 那所以我们只需要说 同样的一个script 我们go for the organization 然后之中在这个organization之中 把他所有的network都一站性的 能够把他所有的information都retrieve 那这边有提供一个case study 这个你在screen上看到 这个是San Francisco 49ers 就是旧金山美式足球队 49人队的主场 那他新的这个主场在Sanaclar 就在Sisco总部的旁边 所以Sisco理所当然 也就是这个球上网络的赞助商 那他就提供了一些 所谓的edge compute 所以你如果去看他的这个case study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他有一些 不管是controller based 或者说device based的management 或者说他的edge compute 比如说他的wifi 6啊 或者说等等这些东西 他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 一个case study 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那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 有没有一个framework 是open source 然后是vendor neutral 开箱可用 又不需要知道一些低阶层的命令面呢 譬如说像刚刚说 我们还是需要知道show version 那有没有这样一个framework 有 那就是ansible 这个是去年在Jetbrain跟PSF合作的问卷调查当中 ansible在有使用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tools的用户中 是排名第一的 那ansible是 哦好好 ansible是python写成那无代理木等性 简单可扩性的一个框架 那它的管理就是以module为主 每一个task都是要有固定的module 所以它所谓可扩中性就是使用 使用有哪些module就是能够使用多少的task 那最重要的是说 它虽然是用python写的 但是它使用的语法并不是python 它是使用yaml 最主要是yaml 那有时候也会使用一些其他的语法 譬如说ginga2 那ansible的做法大概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要define说 我用inm模式define说 我哪些设备需要管理 第一个就是说 这些设备它的变数是什么 它的variable ipaddress usernandpass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我们做一个playbook 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最后执行的时候是结合 是执行了这个playbo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些demo的方面 那关于demo的话 我为了时间上的考量 其实我就只是做了一个 我就已经先把它都预录好了 然后把它放在我的gethub上面 那中间就是提供了三个不同的demo 第一个就是说 我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自己的网路设备 或者说你没有一个虚拟的环境 让你来试试看的话 那我可以建议你说 你可以到developeratcisco.com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新 Cisco其实算是蛮新的一个division 那他们现在提供了一些很多的sandbox 不管是虚拟的也好 是实际上也好 他们都有提供这些sandbox 是免费的 所以你只需要register就好 像我这些example 我其实都是在definet上面做的 那第一个example就是我们的 我们刚刚谈过说 用nxapi直接跟device做 那我会建议就是使用这一个 这个sandbox 它是有八个node 然后必须要 那你launch了之后呢 你可以vpn进去 然后你需要先 做一些configuration的动作 那做完一些configuration的动作之后 你可以就是试试看执行 刚刚的这个script 在我的github里面 那它会re-direct你到这一个example里面 那这边有walkthrough说 譬如说先找到它的IP啊 然后把它的这个feature enable了之后 然后你怎么样execute 然后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等等 那第二个example呢 就是ansible的example 我们谈过说 我们先要define你的host define你的variable 最后再define你的playbook 那它最后执行后的结果呢 差不多就是说 也是这个video 然后blah blah blah OK 最后它最后就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execute我的playbook 那这只是一个yample file 我execute了之后 它会说OK成功或不成功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比较不同的一点 就是说你并不需要知道 它low level的configuration 譬如说我不需要知道 我backout是copy run start 我可以直接就declare说 我backout yes 那不管说你是什么vendor 都是yes 然后你不需要知道说 它low level的command 所以ansible对于developer来讲 相对的是比较friendly的一个environment 那第三个example就是 meraki的controller example 然后会建议说 你会spon off reserve 这两个不同的lab 那它比较实际上的做法呢 就是你先到它的portal里面 选择你的organization enable API access get你的API key 它这基本上是一个static key 但是你可以rotate 那你拿到你的key之后呢 你才就可以去从事你 从事你query的行为 API的call 那这边有它比较一个详细的steps 就是说它先是enable API key 然后API key之后 你可以先去它的query你的organization 你的organization 因为它是一个cloud-based的 所以其实它这个endpoint 中间包括了很多不同的organization 就像我是汉堡王 那我汉堡王就是一个organization 但是我organization下面 我每一间店都是不同的network 所以我必须要给我的organization之后 我再到我network里面 比如说query我的inventory等等之类的 OK 时间上还可以吗 OK 好 那基本上这边就是有多一些不同的resources 然后最后我的recommendation就是说 从小地方开始 比如说一个或两个设备开始 然后使用虚拟的lab来作为练习 比如说刚刚所谓的devnet viral gns3 或者是eveneng这几个project都非常的有用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如果说你要使用controller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视情况而为 我个人是比较偏好说 直接从device做management 但是有些时候没有办法 比如说meraki它就不提供说 任何device直接的management 所以你就是必须要从它的dashboard 那其他一些像ACI NSO 那这些你可能就是看你的情况见仁见智 那我个人是比较prefer一些open source的project 当然这是一个pycon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比较prefer open source 而不是一个这个vendor lock-in 对吗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一些 比如说open source的project ansible啊 那最后这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在网络管理 就好像这语路中形容了一个 非常快速改变世代交替的阶段 非常的混乱 但有一些机会 那所以我觉得它的观点就是说 python就是这一把利益 它可以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之中 突破现状 然后集合各邦人马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成功的用python做网络管理的动作 那这次真的很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twitter handleeric cho 还有我的linkedin profile 那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多多的交流 谢谢 谢谢 感谢eric的talk 那我们接下来有 大概四到五分钟的q&a时间 现场有 有问题想问eric的吗 有没有 来快点 好那 没关系 这边 有一位在slide上面提的问题 我先讲一下 好 那是说 网络工程师会使用ansibol 那还有需要学习python吗 不需要 如果说你只是用ansibol的话 你如果只是使用的话 当然不需要 但是如果说你需要说写自己的module 因为像刚刚提过说 ansibol它大部分就是以module为主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backup的module 你很简单就写说backup yes 但如果今天没有backup的module 或者说对你这个vendor来讲 我没有这个corresponding的module 那你要做自己的custom module 你就必须要使用python 那它写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但是它就是有 就是你还是需要知道 python的一些语法 或是怎么样才能够进行 或者是说 你要contribute 你今天有一些作业 你写了之后 你想要contribute upstream到ansibol 那自然就是需要使用 就是需要使用python 所以我觉得没有坏处 对吗 但是但是如果是 只是一个实用上来讲 当然是不需要 不需要知道python 好那这边 感谢Eric的回答 然后还可以再 一个一或两个问题 现场有没有人 来 喂喂 嗨 嗨 嗨 很高兴 邀请您来给我们演讲 我想问的问题是 近年来 那个kubernetes的新起 其实对于network automation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谢谢 对 我觉得影响还蛮大的 但是基本上 因为我并没有从事很多kubernetes的作业 所以我也不敢说 我也不敢说我是专家 但是就是在我接触的一些当中 就是它又提供了一些更多的abstraction 它的很多plugin 或是说它的这些 你就变得比较多的东西需要去看 那这样一些一些 我们以前比较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 譬如说Mac address 或是说这些 这些以前理所当然的东西 都变得说变成可以abstract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说 你就没有办法很 很能够leverage你以前的knowledge 所以 对 我觉得这jury is still out 那我想说 其实基本上我看到的一些作业环境都是说 他们可能一开始可能是这样 然后他们就一段 不断的move到container base 这些的作业环境 那后来他们又发现说是太复杂了 又移回来一些些 所以 我觉得 可能kubernetes还在它一个hype cycle 所以它可能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hype 然后开始做一些kubernetes的东西 container base 然后又会慢慢的把一些东西又回到 回到平常的 比较能够manlow control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的environment只是说 我是一个hype cloud 那我在我的这边做一些kubernetes的东西 或者container的东西好了 container的东西 然后我要能够垂直的移到cloud里面的话 那这跟networking根本没有关系 对吗 那这些cloud provider都帮你把networking abstract了 所以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 那我觉得当然影响是蛮大的 了解 谢谢 谢谢 好那时间也差不多 让我们再用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谢Eric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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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